我绝不把羞 这是 青种 这枚青种 乃是姐姐独有之物 一直长在她的心间 三年前 师姬逃出苦助林 姐姐为了寻找并制住她 祭出了青种 她祭出了青种 以倾历封印师姬 原来这些时日 不过是我一个人抓着孤绝不放而已 原来你心里有我 你心里也只有我 所以你明白了吗 为什么姐姐绝不能动情 她的心会枯萎衰竭的 难道就没有不救之法了吗 有 可是你会死的 我从来都不怕死 可是日复一日 对你们人族而言 百年就是一生 不要再等我了 我们这就去苦情树下 收回誓言吧 就当 就当 从来没有遇见过 我不同意 我吕江文的感情 我自己说了算 没有人可以替我做决定 也包括你 你要是真为我好的话 你就应该督促我 强健体魄 好好修炼 说不定百年之后 我还能等到你回来呢 你怎么那么傻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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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侯 我答应你 我都不会离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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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不离开你 我这个最初 不 Tak 新突然 不管我 你在刚才 猪 我 你 无情无点陪留你 眼里捕捉到你从今 命运在遥夜又何惧 夜花与风拥抱 天涯共缠绕 不负这一生预防 好感福是厉害是火光 为彼此不惜燃烧 月光与海拥抱 孤单相映仓 沿沿到天风低光 穿越过 对不起啊 还是失了一步 没能和你 一起见证他们的婚礼 不晚 你来得刚刚好 我虽掌管妖族情缘数百年 却是第一次知道 情的力量如此强大 可以让人无惧生死 无惧时间 无惧孤单 被人深爱 有人惦记 就算身处骨寒敲壁之地 也不孤单吧 如此说来 我倒是羡慕言如山了 比起让你记起我 我更想陪在你身边 对不起 记住情种之后 忘了之前的事情 你可有耐心 将往事告诉我 好啊 我们之间 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 你想听哪一出啊 不知从何说起也没关系 我想 我已经再次爱上你了 若有一日 我又忘了你 无论如何 都要让我再次爱上你 一次又一次 直至再也忘不了 需要了 你喂我 你在逼我打你吗 我这大病才出狱呢 你就不能温柔点 快些喝药 这药不要的 没什么关系 只要你不变心 任何人都要不了我的命 说过多少次了 不可再赌上自己的性命救我 那你也不要做 让我担心的事才行 你威胁我 这明明是关心 怎么会是危险的呢 快些喝吧 我爱上 图山当家 对付月初这种没皮没脸的人 可千万不能客气 何事 王权盟主给各大师家发训 说事情有职于盟主之位的弟子 明日一早去与王权山庄参加选拔 将于明天黄昏前 选出新的继人盟主 这王权老头还算清醒 直到早日定下盟主之位 以便日后对方圈外势力 只是不知这盟主之位 会落入何人之手 盟主之位 舍我其谁 若有一日 人妖两族起了冲突 你护着谁 我只护一个李字 说要六欲和平 得先比其偏见 人与妖都是六欲生的 大敌当前 该谋求共利而存 好小子 好大的口气 不过 我提醒你一句 你的时间不多了 我对妈呀 我对妈呀 帮我 看看你 是什么 盟主令任主 东方月初 指掌仪器盟 聊完了 你一直等候在此 这王泉山庄内 共有一百七十二盏灯 以后 你我可以一道 并肩守护刘宇安宁了 我们此前便已如此了吧 奇怪啊 我夺盟主这么大的事 也不见芽芽姐来凑个热闹 我正要跟你说呢 圈外的黑狐 如今已经进入圈内 黑狐 是生活在圈外的黑色狐妖 可以化为无形 蹲入其他空间 一般的法宝还有妖力 都杀不死他 难道就没有对付此物之法吗 我来之前阿莱告诉我 虚空之泪 可以改变时间空间 能找到黑狐 将其化为有形 原来如此 可若虚空之泪是对付此物之法 那当初东方洛他们 又为何要让我修炼此书 我猜想 可能是黑狐 想利用虚空之泪 可以改变时间的功能 回到过去 过去 后来三少没有画下圈结界的过去 如此他们便可摆脱圈结界的限制 随时随地进入到圈内 看样子 此数我是非练不可能 而且 也只有我能修炼此数 虹虹 我早就与你说过 我是注定要与你携手守护六玉之人 走吧